欢迎来到张金坤Club 在山地骑行过程当中 我们会遇到很多小的问题 那么如果因为这些机械故障 而使得我们骑行乐趣降低 那是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同时有很多经验不足的车手 会携带过多的装备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负担 那么今天就让坤哥来分享一下 他的骑行装备 一场骑行我只要带这样一个小包就足够了 骑平和骑桶二选骑 我基本上只会破一次带 如果破两次带 那算我运气太差 如果在比赛中补两次带的话 基本上已经out了 所以我只要一次机会 我会带一条内带 在我真空胎系统上 出现极度的问题的时候 会用它补充 一场骑行的时候 那么如今发为小破带 我也不愿意去补 直接用一个内带勾 内六脚扳手 我用的是马果拉的一套 内六脚扳手 这里面其实相当的全 基本上我们5号4号是最最常用的 那么我再配套一个T25 在刹车上一些小的故障 可以用这个 包括你的叠票 非常容易松 所以这一个内六脚扳手 就足够满足我 简单的处理情况 如果再发现大的问题 那我估计 我就要把后面一套全都摆上去了 骑车最容易松动的 就是一些小小的布角 浮条和浮条帽容易松动 然后包括链条 偶尔会出现突发情况会断裂 特别是在下坡的时候 如果杠到时都会容易断裂 像一个这样小小的工具 也很让它方便 我用了十几年了 这个小小的工具可以当浮条扳手 同样也可以当节链器 最后就是八胎需要的八胎棒 这是KMC的快扣棒 这个可以快速的节链 同样也可以撬胎 一个好的车手 肯定会经常检查自己的车辆 比如像浮条 经常容易松动的 像一号品的外胎 比如说我们的内胎的慢撒器的情况 像这些问题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那么出门的时候 就不必要带一些过多的工具 很多车友在骑车的时候 特别喜欢听一些音乐 那么如果常规的入耳式的耳机 特别容易听不到环境的声音 像这样我喜欢用哨音的耳机 带上耳机以后 特别容易听到周边的环境的声音 对你骑行的安全也好 或者是了解周边的环境来说 特别有帮助 我喜欢用这样的Ospry的小包 然后这个小包里 只要放点一个这样的工具 OK搞定 一个这样的小包 就足够解决我车辆 故障的问题 那么剩下的话 就要解决我个人的问题 比如说我需要饮水 我需要补给能量 那么都可以放在这个小包里 那么最重要的是水源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带一个这样的水袋 水袋在隔的包中以后 我可以伸出来 随时可以这样喝 在你骑行过程中 补充水源特别方便 如果你用骑行水壶 特别是在Endure这样的骑行中 你从下面掏 或者是车辆自己本身的自重 都会带来一些不便 我习惯用这样的水袋 同样这样水袋 在打上水以后背上包 同样可以给你后背 有一个保护作用 感谢来到张经文club 本期的内容就是 山地车骑行的一些小装备 分享给你 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跟我们互动起来 Everybody hands up indi并不断 一定 providers 请'd자가的 先期订阅 cripp swallow yorum 然后 愚29 四 Mag 我们